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是一种有一天带着西方味道的一道菜 是叫做西宁煎猪排 那么本来西宁就是用西方的那种黄黄的柠檬来做 而今天这个是台湾的柠檬来做 是一样的只是香味比较差一点 那么我们台湾的这个柠檬都是绿颜色的 你首先就要用这个杂质鸡把这个柠檬汁炸出来 炸出来差不多要用一汤匙到两汤匙的这个柠檬汁 然后再把这个柠檬的这个皮 这个皮磨出一点来 这个差不多要一叉匙就够了 一叉匙的这个皮磨出来的这个靴 好那么现在先讲这个猪排 你要买这个大排骨 猪的大排骨 买回来之后呢 要把它拍一下 拍一下 拍的时候用这个刀背抄理这样子往外拍 一边拉一边拍 然后在这个有白的筋的地方 用刀尖把它割断 免得它熟了的时候会缩 缩呢它就不平了 我们这样子每一片呢都给它拍好了 拍大了 那就可以下锅了 那么锅子里头呢放油 差不多因为是煎的 所以油不要太多 如果你家里有平底锅呢就用平底锅来煎 比较方便 也就是说它的平度是一样的 那么把这个排好了的这个猪排 一片一片的下锅 今天这里呢是四片 那么下锅去煎 那么煎的时候呢 要给它撒上这个胡椒粉跟这个盐巴 这里呢是胡椒粉 这里呢是盐 把这两样东西呢拿在手里头 然后呢就这样子给它一点点的撒在这个上面 那么这个排骨呢就煎一分钟 煎一分钟 这样子把每一块都要煎得够熟 再翻面 那么稍微煎得稍微过头一点 比较香 下面有一点这个金黄颜色的这个锅巴呢 就比较好吃一点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准备一下这个综合的调味料 除了刚才磨的这个柠檬的皮之外 这里要放一汤匙的酒 这里呢是辣酱油 辣酱油呢就是吃这个西餐的时候 炸的东西呢都用辣酱油 这里呢是番茄酱啊 各一汤匙 这里呢还要糖啊 半汤匙的糖 再就是我们刚才磨的这个柠檬汁 一汤匙喝的是两汤匙 那么另外不够的就加这个高汤 半杯或者是小半杯 把它调好 这个就是今天要用的 这道菜要用的 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猪排呢 给它翻面 翻面 翻了面之后呢 再给它刷上刚才的这个 盐跟胡椒啊 这边也要盐跟胡椒 还是少许啊胡椒粉跟盐的 拿在手里面 这样子 撒一下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盐 撞盐的那个小瓶啊 和胡椒粉的瓶子 直接的撒到油里头去 好了 这样子盐过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油倒出来 熟了就把油倒出来 只剩下一汤匙的油就好 那么用那个一汤匙的油 拿来炒刚才的这个 综合调味料 这样子两面都煎的 黄黄的 我们就把这个 调好的这碗东西下锅 下锅啊 给它煮滚 因为时间不太够 所以火开得很大 容易这个着起来 你在家里呢 不必要这么大的火 好了 把它这样子烧开了 烧滚了 就把这个猪排放下来 再焖一下 焖一下 这个菜不必要够欠的 就是这样子给它啊 把这个猪排在这个汁里头呢 再给它烧 你也可以盖起锅盖来烧一下 也可以 差不多三分钟 两三分钟呢 就完全熟了 好 等到猪排熟了呢 就可以捞起来了 那么如果喜欢吃啊 酸一点的 你在这个起锅之前呢 还可以再连一点这个 柠檬汁啊 柠檬汁给它 就更加的有香味 而且也有酸味啊 好 那么这个排骨呢 就可以装盘子了 这里是四块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切成两半啊 小孩吃的话 对半也够了 而且小一点呢 比较吃起来方便 好 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 心灵煎猪排 就是这样子做法 那么这个菜呢 在这个 风飞飞时间的食谱的 六十二页 你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礼拜呢 是第十五周 我相信你已经有了食谱了 就可以看 详细的这个材料和做法了 谢谢您 我们明天再见